穿越那个什么公路那个 去到花莲 那就环台咧 对啊我就环台 搞了四几天 太好玩了 因为我是漳州的 我会讲别人话 你会讲吗 不会 你是客家还是 我会听一点 但是不会讲 因为我们是漳州 然后在台湾常常讲 别人话就可以了 对对对啊 而且那个司机 环岛的话 觉得 他就会开始开心跟你讲别人话 主要是 我去的台湾发现 吃的 讲的 就跟敏鸿人太像了 不一样了 是吗 对对很接近 文化都很像 对对对 什么 蚵仔煎嘛 海利煎嘛 你们叫海藻 豪宅烙还是叫什么 都有都有 都有都有 只是不过你们那边 比较喜欢沾那个 甜辣酱 甜一点点 因为我不是海鲜 对 但 对啊 就蚵仔煎啦 蚵仔煎 对啊 是是是 台湾我觉得挺好的 我说 我几天 我还想 还想要去 欢迎回 人灵魂 很好的一个地方 但东西应该就大同小异 差不多 对对对 主要是我觉得那边 怎么说 就是 发现 因为那边工厂也比较少 空气会更好 是吗 工厂比较少 没问题 没问题 一定要去的 你有去过大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还可以 什么就厦门啊 深圳啊 各种上海啊 这些地方 就比较城市的地方 对 就是整个 其实原来城市都很发达 对啊对啊 都很发达 有空去看看 真的是可以 现在好像 放开之后 飞机比较多了 以前那边比较 比较少 疫情吗 以前都比较少 对啊 因为也怕 怕疫情啊 对啊对啊 之前是很麻烦 现在不会的 现在我们那边 除了大城市 公共场所 有些人还会戴口罩 那你们还 还没有再继续 什么封城 还是干嘛 早就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去年12月份就分开 开放了 都ok 你们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要关注新闻 没有 我们关注的新闻都很奇怪 我们台湾的新闻都很奇怪 都在关注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就媒体都不知道在干嘛 对啊 我们媒体是这样的 就是 什么谁离婚啊 然后又怎样啊 就是那种 对对对 就很奇怪的新闻啊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 我们怎么说呢 都会吧 都有报道 反正我觉得 台湾我还是很关注 因为我觉得 去的台湾我还挺好的 哈哈哈 台湾很挺好的一个地方 理由其实不错 我们这些灯是新的啊 对对 我们新做的 因为我们早期只要做监视器嘛 对啊对啊 结果灯也做起来了 对然后这两年 就是做了这个 三年前开始做这个切换台嘛 编地不是卖得很好吗 对对对 所以你们也想做一下 我们这个像这个就卖了 已经卖了几万个了 你现在投到哪里去了 这一台好像没接吧 好像还没有接 现在这个是有接 现在这个是有接 诶 都没有接 奇怪 这个是遥控那个 这个好像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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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有了 这个是新款的 大品 功能也多一点 这有触控吗 哦有 可以触控 对 我之前有看你们的图传 你们那个 对啊有稍微看一下 因为你们一直疯狂打广告 是吧 因为我们做监视力之后 监视力很多都是有限的嘛 接下来也有无限的传输来发展 对啊 所以也会做一些无限的传输 进入这个市场 是的是的 主要还是给围造的切齿器 对对对 慢慢再走 对啊 嗯 Fillow World Fillow World Fillow World 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吗 看起来是没有 萤幕就可能一些是那个 可以带录制的 然后 那应该我都看过了 哈哈 Fillow World Fillow World 你拍摄一般 什么色彩比较多 你说我吗 对 你说萤幕的部分吗 就是什么 有用什么相机啊 看案子的大小啊 对啊 不然我们就是平常就是 你一般拍什么广告宣传编 或者是有什么 好现在广告其实 其实都没有到出到太 就预算很有限 所以你在大的规模可能到 有几万 几万台币以下 可能都是出A7S之类的 或者是顶多 A7S3 对对对 或者是顶多 A7S3 或者是FX3 之类的 就顶多这样子而已 很少出到更大的 有用Red去拍的很少 很少很少 有用大江那个吗 湿地那个 哦也很 也很少啊 现在大江的湿地 我看在大陆 卖得非常好 啊 我们这里很少 很少 就有在租 但是看起来 没有什么人在用 可能要推广 没有人在用啊 对啊 没有人在用 每一刻都有人在用 肯定那边就是 国产的 所以你们就觉得 就要用一下 支持一下 啊我们这边就 不知道啊 我们都用Sony这样子 因为它是这样 它有相机 然后又有电器 又有图传 它已经是把它整合到一体了 整合到一体 它就比较方便嘛 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有认识一些 国内 就是我们的经销商 卖我们的产品 那它也有卖Red的 也有卖索尼的 嗯嗯 那它就很清楚 看它说 最近大疆卖得很难找过 这样子 诶 不知道耶我不知道 但是确实要 要做镜头很难 大部分被 有啊它现在有那个 大疆又 没有啊其实大疆 它也做还蛮多 就是 它有那个手持 它有那个OSMO系列 就是有那个手持 然后也可以换镜头的那个 对对对如果是无恩机是无敌的 没有这种 它现在又有那个 inspire 新的 你知道吗 就是大的 新 就是NAV才出来了 一个新的大将的 inspire系列啊 我知道无恩机 那个新款的 8K的可以8K的 是5吗还是什么的 对8K的全片幅的 对 我在 那个也可以拆下 那个也可以换 拆下来 对啊那个也是可以单独使用 那也是一台 又是另外一台摄影机 对啊 就他们也做啊 还蛮一阵子的 现在可能这个行业 大疆是最厉害的 你也觉得是这样吗 蛤 你们国内 还有像是 什么 KINIF KINIFINITY 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啊 它很缓慢 很缓慢 你看大疆在 哦还有ZCAM ZCAM 但是你看哦 你看大疆做无恩机 没有对手 对啊 没有无恩机 买无恩机肯定都倒大疆 是啊 买稳定器 可能除了大疆 还有智云 嗯 当然大部分都是大疆 现在大疆一出来 智云都很重 呵呵呵 智云都 对 应该很惨 那相机是大疆先涉足的领域嘛 那可能还要过几年 慢慢去发展 对啊 但是相对来说 就是说 能在CAMER做得更 就是更 做得更好的 就是他们公司机会比较大 就他们钱最多啊 呵呵 钱多啊 还有一个人家研发就几千个人在搞 对啊对啊 你们那个小团队就比较困难 对啊对啊 你KINIFINITY 人就没那么多啊 ZCAM看起来也还不错吧 ZCAM那个G2 F6什么的 E6什么的 那个也慢的不错 对啊 看起来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你看老板也还蛮 就 就是 就你可以很容易沟通到老板那边啊 你们你有沟通过 没有就因为他有那个Facebook Group 就变成你有什么问题你就丢上去 老板亲自回答你 是吧 对啊 这是特别的地方 真诚的对待客户用户 对 没错 对啊 有啊这个 你们有在用土床吗 谁家用土床吗 我们都通常在片场都是微固吧 大部分都是微固 大部分都是微固 然后也会有斯威特 有啊就这两间比较常见 哈利Land可能就是 比较少 因为他比较不稳定 是吗 对啊我们比较不喜欢 微固跟Suite 你都是用那种零延迟的那种是吧 还是WiFi那种也有 Suite他好像没有零延迟 但是还蛮稳定的 然后 他们品质做得好 微固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换电池那边 他可能就要重连 或者是干嘛 就会稍微 就断断一下 或者是干嘛 就要重连一下 那其他的都应该 大部分都是用微固啦 对啊 看大部分都是用微固 因为他有 有延迟的 也有零延迟的 所以两个都有 所以你就是要专业的也有 微固是有 零延迟就要一万多 像哈利Land就没有这个 哈利Land就没有零延迟的 好像是这样 以前有 现在没有 对啊 因为那个太贵了 就只有这种低延迟的 比如像这个80毫秒 有一定延迟 很多人还是能接受 对 但是可能看对焦不行 但是如果看画面 还可以健康 还行啊 也还行啊 还可以对焦 因为这个才几千块钱 门口很低 这个可以传多远啊 300米 差不多300米 这个天线是特制的哦 这个黑的 哦 跟他们家的天线就不太一样 他们的天线可能是那种 刀 刀 刀 你这样算特制 你如果想要换天线 就可以换到其他的吗 可以啊 这个没问题啊 这是什么街头啊 可以啊 一样的天线 就一样了 SMA 你把他们家的天线 用在这里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些啊 这种其实科技 这种东西很多是相关的 没有 好像大将都喜欢做一些 什么特制的 哦 有可能 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 整体的一个生态 对啊 然后我们还要改装 什么 那这个就接那个 哈哈 大家不一样 好啦我再回去逛逛 谢啦谢啦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箱子 这样子偏要开的 嗯 这种是直接掀起来 然后下面可以用 电池供电 或者放一些东西 无人之一笔 对 下面的 户外拍摄 因为这个是高亮的 户外拍摄 就 比较 看得清楚 对啊 这样应该 比较 比较好用 平常都是用那种 以前传统是这样的 这种种就是新的一个型态 嘿嘿嘿 但还 对啊 呵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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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那个 后面可以挂 对对对 一个电池可以给给 两个监视器跟图线光亮 对啊 我觉得那也还蛮棒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最早设计这样的 对啊 还蛮特别的 方便嘛 因为其实 就是 影视拍摄的 有个叫供电姐姐把它的 嗯 就你要越少线越好 对对对对 线少一点 然后东西带来越少越好 嗯 是啊 减轻重量啊 不然越来越大 相机可能要四五台电池 电池力好几个电池 出床这几个电池 要一二十个电池 全部加起来就很重 对 然后你的其他东西也要跟着加 对对对 你的脚架也要变大 嗯 你是算展售部门的吗 还是 对对对 是展售部门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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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Cottet 6s是什么鬼的 它是一个新款 就是它可以带入制的 这边可以插一个U款 哦 有时候可以录制进去 对 可以录1080P的分辨率 哦 录一个视频 那这个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嗯 阿童录制 因为现在录制卖的最好 就是阿童录制 阿童录制 可是它很贵 呵呵 那很贵呢 然后它的录制都是比较高阶的 那种什么 辣肉的那种 什么ProRes 对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是属于MP4格式的 哦就是你只是想要回放 快速看一下 就是说 有时候你们在拍摄 是不是有需要这个功能 对对对对 马上回放一下 对对对对 或者说备份 确实因为有些人觉得 我要把它备份一份下来 可能再回头还可以 因为有些人不需要那么高的 嗯 那个 有啊主要是回 回放比较方便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有考虑过 嗯 也有很多摄影师 嗯 他们其实以前很多人说 欸有没有Recorder Recorder 没有 但是他们觉得说 比较简单的Recorder 嗯不是这种 嘿嘿嘿 这什么时候出的啊 我怎么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嗯 这个 这个其实这一款 应该出才一两个月这样子 一两个哦 我想说 怎么没有接收到这个讯息 哈哈 台湾那边是有在 那个谁在买 圣星 我知道 就 以你的观点 圣星是什么样的一家公司 不是啊 啊 就他们没有在带你们的东西啊 就是 圣星有卖啊 我问他说 我原本要找那个 就某一个荧幕 我问他 应该是Lots 5 还是Lots 6 我就问他说 有没有就是 有没有后还是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是 都回答不出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啊就是 我还要自己 就我后来我就直接从那个 Ali Express 直接买你们的产品 因为他那边就很慢 然后 Ali Express 书卖都买很方便吗 还蛮方便啊 你要交税吗 交税吗 好像不用 直接送到你家门口 对直接送到我家门口 很方便 对啊 然后又一些优惠 就直接你们 Ali Express 你们也有那个 官方的 对所以就直接跟你们买就好了 就不用再经过那个代理在那边 哈哈 因为我们那个盛星嘛 对不对 他就没有实体通路 然后他也 他是怎么卖的 不对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卖的 我就只能看到他的官网 他自己没有那个什么 就在哪个大厦下面 弄个店 我不知道 就没有这个讯息 好